嗨 大家好 我是劉宜豪 飞演的角色叫徐一航 看这边 这部戏主要就在讲一个 大明星 他和模特儿出身 转战戏剧圈 帅气的模样 还有暖男形象 成为新一代天王 但是Instagram和脸书 就有170万人追踪 就连国外的粉丝 都戏称他为台湾的老公 其实 一直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巨星 但这个角色蛮好玩的 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无敌巨星 因为他真的蛮红的 在那个角色里面 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在聊巨星 是哪一种巨星 因为是像梁朝伟的巨星 还是郭富城的巨星 还是我像周润发大哥这样的巨星 希望把它刻画得清楚一点 这个戒男人 我是希望主要要保留住 徐航本身的特质 所以他真的已经不想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你是发生什么事了 准备 开始 他对很多工作的态度 会像我们现在这些艺人们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徐航可以给我们一个 汽车广告的微笑吗 他可能会很直接 他可能会 每一件事情都藏着一些无奈 少阳 是我安排的工作你都不满意 还是累了想要休几天觉 不接这个工作了 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真的太没有sense 走人 我想说这太疯狂了吧 这是疯了吧 这个 让开 那时候刚拍完我们不能是朋友 拍完就接着拍这部戏 我中间也可以就让自己不要休息 然后把上一部戏的一些压力 我就想说直接带来这个角色 就那种不想要工作的那种感觉 就把那些压力keep住 然后我觉得 哇好棒哦 现在很厌世 来来来来继续用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 我没有遇过这么疯狂的艺人 我会觉得 干杯 这女生到底在干嘛 越玩越兴奋 这是疯了吧 就是疯了吧 这个 你又有人在干嘛 怎么可以这么帅啊 呀 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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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